大家好,看到了嗎,我們這個研究室把這兩塊鏡子,看到了嗎,就在這裡摸出來了,看到就這樣,原先那都是灑鹽的,這個活著真的不太好。 我們又拿灑在一起,又拿熟,就摸了好像兩天了吧。 一天。 一天一天,你看看,都是用藉著東西摸的,你看看,這什麼阿董,應該介紹介紹。 這就是網上買的那個研磨膏,它裡面應該帶那個金剛砂金。 啊,就拿這個摸的,看到這個顏色那麼多,看到摸完了,你看看,看這小鏡子摸了,你看看多漂亮,你瞅瞅,焦鹽的那兒很毛嗎? 這最好不要。 不毛不毛,這是薄唄。 看這小炒天,你看看,你看看,哪那麼長,都不帶洞混的。 啊,接個小鈴鐺。 你瞅瞅,你瞅瞅了。 老硬開了。 摸吧,你叫大伙兒,你給摸一下,叫大伙兒看看能摸的。 你惹罵呀。 就這麼一點點摸出來的。 摸。 對,活了之後。 這個土, 摸得多,然後真不差。 對,對,意思就是那麼個意思。 這個好像要是真出土和霧山了,咱這工砲, 買在那裡煞工砲可能。 這行,這不錯,挺好的。 這就是摸了那麼些田,然後把這家製好,做完了。 好啊,這都是他做的。 可能也不用介紹了,這是我那土地,研究生那土地。 好,接下來跟大伙兒打個招。 嗯,大家好。 現在呀,我的土地, 這次,這次說做完了。 大伙兒看看這個活。 看到嗎? 嗯,人家剛打完了。 嗯,叫他在,你這兩面沒打吧。 都打完了,就剩這兩面。 人家媽呢,好些人,要問問這個打蠟是怎麼回事。 嗯,我這個蠟打呀,這裡頭啊, 咱家家好的是,任何什麼, 上了啥呀,氣呀,一些罵也沒有。 這就是粉蠟。 拿著罐的粉蠟,就大伙兒看看。 這就是,哎,這就是粉蠟。 什麼也沒有,就直接上磨。 磨完它,熱工砲一聊就行了。 有人問我打蠟辣,我就告你就叫蠟,省著老問了。 這個活啊,你看看嗎? 這小抽屜,你看啊。 這活,現在這個抽屜啊,我要叫我看微微的, 還是有點緊。 待兩天,嗯,一罵完,一那個, 一到夏天的時候,他可能就上了。 他這個小棍啊,是仿王像那個小棍。 但是王像那個呢,前面有兩門。 他這個就沒兩門,但是他改進了, 我老叫的應該不錯。 因為王像想那個,這肯定不是三封箭。 不是三封箭。 對,他不是三封箭。 這個三封箭的活,悶熟三封箭, 那麼點小料,能做出來這個活, 應該就是,就是,勞費勁了。 因為大伙兒,就是我明後一級, 到前面那一級啊,大伙兒可以看, 他是這個地板不平。 他說,你可以看慢點,就看前面兩級, 他轉火的,轉這個煙子上都有。 因為這個東西,咱們拍的是閃機。 咱攪著四尖。 哦,還有一級抽屜的。 對。 嗯,行了,咱們給你攪著攪著大伙兒的東西, 看到嗎? 這個東西啊,是在這塊。 這個是,實際上扣起來。 看到嗎? 這個是在這廠。 這個就是,就是那木火。 這木火呢,這抽屜呢, 建立了,還有塊鏡子。 他這個,還是自己買的。 嗯,這個鏡子是哪兒啊? 是哪個超代的? 現代的。 是唐宋元明請的, 哪個帶在外部, 咱也別管他哪個超代了吧。 這個鏡子啊,要是真的的話, 可能得買進去玩,買進去火車。 這個肯定。 這個東西是他自己要摸。 我說要買一塊, 摸好就得了。 這個孩子幹活,他就給他摸。 這個鏡子是個在勁兒的。 這是一個方無的東西。 應該,我老叫, 這好像不如水銀鏡子舒服吧。 行啊,就這樣吧。 這個,這個彎子好好保存。 他穿背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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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這元代的, 可要命了。 行,那你打這辣吧。 呵呵呵。 來啦,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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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這個小抽屜啊, 這些火上街我繳的了。 你看看,這抽屜做的。 你看啊, 上街我已經鎖完了, 這裡頭都不用斬辣了。 斬了辣也沒辦法比要。 嗯,這個火應該, 還,還就算行嗎? 哪個小抽屜出來看啊? 這個抽屜是就是碰口的。 上街我叫的了。 哎,上了一查就登火。 這個小棍, 要叫我看, 沒多大毛病。 但是咱且聲明啊, 這個小棍, 不完全是全手摸。 這個地點, 是他拿機器做出來的。 這個話也是拿機器做出來的。 說真的拿手, 真的沒有這本事。 我們主要是做生毛的。 你要說, 要我們吊火, 說真的, 真不算太好。 要吊個瓶子還行。 你看到嗎? 打這個蠟, 事先把這個東西先烤熱乎點。 看到嗎? 對, 就上上膜, 罵也沒有, 沒有說什麼, 有別的什麼, 我媽媽也不掺。 這個蠟應該是最環保環保的了。 你看這個, 一打就完。 打完之後呢, 再一撩, 拿不給擦。 這個小棍, 我看著應該, 就差不多。 咱就把它扣一下。 讓我聽聽。 這個雲聽。 雲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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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把它扣一下。 沒有一點, 你看, 沒有一點空的那個蓋件, 哪會兒都失髒了, 你看這個。 所以咱呢, 做出活來, 十活九病。 但是, 這個活兒, 我挑毛病都吃了, 我不管鞭了就。 哈哈哈哈。 對, 把這個打了, 後來之後, 這裏頭啊, 就拿個小的, 那個電腦就算了, 那扣這個貨。 你看這個小貨裡頭。 這個小貨裡, 打蠟, 咱咱咱咱咱咱咱。 你看這活兒, 看這顏色劲兒, 後邊都不再割東西了, 看。 你看這活兒, 它顏色的, 做得都準嫩啊。 好, 打蠟就是那麼個意思。 看到, 接著一面兒, 挖著不動。 挖過來, 再打這面兒, 就沒了。 看到。 這個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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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研究生上了一半 不上学了 所以这孩子这个选择 头一开始我真的不老赞成的 来的时候他父亲来了 是我这个事 现在的父亲 跌码能经过儿子的不多 但是这孩子别说 确确实实 应该做的活着说是不错 你一般的人 说真的真逼不了 你就是给你几期 你也未必能做到这种东西 看到吗 这个炒铁讲的绝看 拉出那么长的不打了 你有那炒铁看到 这么长着牙挂着不动 看到了 你要是如果一般的炒铁 你这倒劲 划拉着下来 看这炒铁 拉出那么长 而且这炒铁里头 没有任何这东西 看到 全是木头的炒铁溜的 所以说 应该这活 不是我自己垮铁的啊 我跟说的 这活 不是垮 就是那么那么那么热 好 后来人家把木一擦 看到啊 就这样打完之后 叫它吃吃 后来看 那干木一里 铁铁就吃你了 我在跟大伙说的 这蒋兰这个东西包羊 这个包羊啊 蒋兰就是炸几个核桃 把核桃铁拿出来 完成之后呢 搁个布里头 那干木铁给它干了 干完之后呢 它等出了那油 拿核桃油上去擦 这个东西越包羊越好 早早就出包羊了 尽量的别去买 那个十五千一瓶的 那个核桃油 那个核桃油 应该搁完之后 它起白毛 那这里说 你这剁着核桃 它出那么多油 十五千买的 你未必是震的 所以说你最好的 它就是直接上核桃 行 这边打完就这样了 好 这边大伙打个照合完的 意思就都那么意思 这个你看到吗 然后你把这打开 叫什么看看 一模一样的动静 把炒踢放了 看看 都是一模一样的动静 哪里都不太有问题的 对 哪个对哪个油耗吗 我天 好喝 就这样 等待会儿来个早